9月9日晚,中球节前夕,肖S二女儿莉莉罕间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曝光了一幅剧群页的画面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莉莉的这条动态还是转发的姨妈虚稀贤的动态 如此看来,现在的大S应该正带着老公剧群页和家人们一起聚餐过中秋呢? 照片中,迪剧群页身穿黑色端袖衬衫出镜 下身则搭配了一条黑色长裤,整体造型偏向修仙时尚风 与大S一家人聚餐的剧群页表现得相当体贴热情 她不仅亲自己,小S女儿莉莉递刀,叉,脸上还全程都洋溢着灿烂笑容 给人的感觉十分好相处,超级亲壳 再看小S女儿莉莉的反应,一整个手重若惊 小手又是无罪又是钻拳头的,简直太可可爱了 对于姨父的体贴关照,小S女儿莉莉不忘在线表示感谢,连她三个小爱心,这些剧群页 与大S结婚后的剧群页,已经决定并居台湾 如果没有特殊是亲的,花一般不会再会韩国,真可谓是爱大S在到了肚子里 从3月份官宣恋爱林郑,到如今的中秋,在经过长大半年的相处 大S一家目前,对剧群页都十分满意 小S不用说了,至于许妈妈妈,在最新采访中 大S妈妈曾大看女婿剧群页非常nice,脾气非常稳定 一见面就像一家人 剧群页与大S两个人虽然并没有举办婚礼 但混后帝她们一直甜蜜幸福 剧群页时不时也会分享两个人恩爱日常 前段时间,剧群页受访时,就透露 和大S在屈膝情人节一起吃浪漫晚餐 还说自己生日也会,和大S一起度过 并高调表摆大S是最棒的妻子 称能去到大S一定是自己拯救了世界 与大S生活甜甜蜜蜜的居群页 事业也迎来发展高峰期 剧群,她的演出已经安排到年底 早前剧群爷爷表示无法陪大S跨年 虽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个人不能常常年在一起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她们的感情 而在近日由大S作威制作人 妹妹小S作威主持人的综艺节目西地响 了直接或金钟奖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主持人爽料入围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 9月11就是聚军业的生日了 常明确表态会和大S一起请住的聚军业 不知道会不会公开与老婆放山 中文字幕展介 implies掌声 中文字幕展介您召委